欢迎收看小高 全红蝉如今是体育圈中 炙手可热的奥运会冠军 年仅17岁的她 靠天赋和努力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全红蝉如今作为全民闺女的存在 受欢迎程度之高 前所未有 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 是因为出生于贫困农村家庭的她 在没有人脉 没有背景的情况下 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 换来了如今的成就 这样的逆袭人生堪称励志 年仅17岁的她 已经赚了80%的人 一辈子也挣不到的财富 同样通过她的名气 改变了开庭的困境 如今她的父母成为了直播网红 实现了财富自由 而她的哥哥 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厨师 如今辞职后 她开启了网红之路 年如百万已经成为了常态 不仅如此 全红蝉会带动了麦和村的发展 因为全红蝉有大批粉丝前来打卡 让麦和村形成了一个夜市 带动了父老乡亲的收入 如今对于全红蝉的收入 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如今的全红蝉已经不再是之前贫苦家庭中的孩子 目前她的穿衣搭配也越来越大牌 一个普通的背包也上万元 出手也越来越阔绰 此前她送给了妈妈近万元的手机作为礼物 到店买手机时 直接要最大内存最好的手机 甚至都没有讨价还价 直接刷卡 另外有媒体爆料她的堂哥结婚 全红蝉直接随理6666元 这样的红包数额 甚至是普通人近两个月的工资 可见如今的全红蝉 已经步入了上层人士的生活 而奥运冠军全红蝉的工资 到底有多少呢 近日有媒体爆料了全红蝉的工资 根据爆料她的月工资 分为基本工资 训练补贴 运动健康补贴等 这几项平均下来达到了1.5万元 此外 作为国际级运动健将 她每月还有1500元的补贴 基本上一个月的工资在1.65万左右 这样的工资已经相当不错了 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 已经相当于白领的工资待遇了 当然相比于普通人而言 这样的薪水待遇已经相当不错了 当然和白领不同的是 全红蝉的衣食住行 基本都在跳水队中 所以平时基本没有什么支出 当然 作为奥运会冠军的薪资待遇 不仅仅局限于工资 毕竟他们还有额外的奖金和代言 这占据着他们收入的大部分 比如在东京奥运会时 14岁的全红蝉就获得了 霍英东体育基金会 为他颁发了1000克纯金奖牌 和8万美元奖励 不仅仅局限于工资待遇